拜登政府今天宣布在德州南部放弃执行26项联邦法律 以达成在边境竹墙阻挡非法移民 这是拜登政府首次动用强大型政权 根据周三发布的联邦公报上的一份通知 拜登政府将放弃26项相关法律 以在奥格德兰河谷修建额外的边境屏障 理由是因为非法入境率高深 格力墙的建设将使用专门用于实体边界屏障的资金来支付 此举正值新一轮移民激增导致联邦和地方资源紧张 并给拜登政府带来沉重的政治压力 根据联邦数据 去年10月到8月期间 奥格德兰河谷地区涌入了约30万的非法移民 然而在上个月 边境巡逻队逮捕了超过20万穿过美墨边境的移民 来到今年总数的最高峰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先前宣布计划 在斯特尔县设计和建造长达20英里的新边境屏障系统 包括路灯和照明 大门 摄影机和通道等系统 国土安全部为了能够动用2019年 美国国会边境竹墙拨款 而放弃了执行的联邦法律 包括清净供器法 安全饮用水法和濒临绝种物种保护法 以避免废时的审查和违反环境法相关诉讼挑战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 俄罗斯军队攻击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家杂货店 造成至少48人死亡 泽伦斯基于社区媒体发表声明指出 俄国用火箭袭击一家普通杂货店的残酷罪行 完全是蓄意的恐怖攻击 截至目前为止 据报已经有超过48人丧命 正在西班牙法温的泽伦斯基表示 欧洲东部时间下午1点15分左右 俄罗斯炮击了乌克兰东部城市 酷皮扬斯克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和商店 那里有许多的平民 救援人员立刻在线坎展开救援工作 截至目前已经有包括一名6岁男孩在内的 48具罹难者尸体已经从废墟中被移出 泽伦斯基表示 俄罗斯的恐怖活动必须被制止 任何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人都是犯罪者 每个依然支持俄罗斯的人都是在支持邪恶主义 俄罗斯的目标只有一件事 使其种族灭绝侵略成为全世界的新常态 10月3日 泰国曼谷繁华街区发生的枪击事件 持续引发关注 泰国警方5日表示 拘捕4名男子 涉嫌向14岁枪手 非法出售改装枪械和弹药 警方表示 4名疑犯分别在曼谷和南部的野拉府被捕 怀疑他们透过社交媒体卖枪 他们同时藏有非法枪械改装手枪的工具以及麻醉药物 警方并从嫌犯的房子里查获了209发空弹枪弹药 33个金属零件 两个银行账户 9个弹夹和其他物品 曼谷市中心鲜罗百利宫 10月3日发生枪击案 年仅14岁的少年持枪杀人造成两人死亡 五人受伤 这名未成年嫌犯出入被控五项刑事罪 包括谋杀 企图谋杀 非法持枪 未获许可持枪进入公共场所 以及未经许可在公共场所开枪 警方说 袭击者使用的是经过改装可发射实弹的空弹手枪 警方调查发现 这名14岁的枪手联系了一名网上枪支卖家 表达了他对枪支的兴趣 并在网上进行了交谈 随后他订购了9毫米子弹 价格为1000泰铢 并转账购买资金 几天后 他在沙屯区的公寓房间收到了一个包裹 里面装着真的子弹 枪手随后订购了一把发射空弹的枪 调查还发现 嫌疑人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空弹枪 随后 他通过在线借贷应用程序借了钱 然后将16000泰铢转给了卖家 卖家随后将枪送到他的公寓 在枪击事件之后 泰国总理赛塔4日在案发的商场宣布 泰国政府将采取控枪等预防性措施 以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他同时对枪支事件的遇难者表示哀悼 印度东北部的西金邦 一座喜马拉雅冰川湖因为暴雨决堤 洪水携带着大量泥沙涌入当地村庄 洪水已造成18人死亡 超过150人失踪 当地时间周三 一场暴雨在短时间内给西金邦的洛纳克湖带来了强降水 在提斯塔河谷引发了山洪 当局说 已有2万2千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 印度亚洲国际新闻播送的视频画面显示 洪水涌入了建筑密集的区域 冲倒了一些房屋 军队基地和其他设施也遭到损毁 有车辆被淹 由于有高速公路损毁 西金邦通往西孟加拉邦部分地区的交通已被切断 有卫星图像显示 洛纳克湖近三分之二的湖水似乎已被抽干 截止到星期四的早些时候 印度国家灾害管理部门通报 有26人受伤 102人失踪 其中有22名军人 此外 洪水还冲垮了11座桥梁 印度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搜救行动在大雨下持续进行 许多地方的道路与桥梁已被冲断 西金邦立法议会的议员表示 在该帮首辅的甘托克 汽油和柴油已经开始稀缺 不过食物仍然能容易买到 当局警告 预计未来几天会有更多的降雨 且手机和电话线路持续中断 救援行动将面临挑战 近几个月来 印度其他山区以及邻国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部分地区 都发生了暴雨 洪水和山体滑坡事件 造成数十人死亡 印度官员说 周三的洪灾比西金邦1968年发生过的一场湖水决堤更为严重 因为这次灾难涉及到国家水电公司的 提斯塔危大坝泄洪 印度国家灾害管理机构 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由于气候变化 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正处于消退的阶段 冰川湖正在不断扩大 并对下游基础设施和居民人身安全 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